大家好,20.39分,10月11号周日2020年,全世界用中文交流的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文字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政治上的缺点会演变成国民性格上的缺点 这句话谁说的呢?马克思韦伯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一个国家政治上的缺点或者叫缺陷啊 会演变成国民性格上的缺点或者缺陷 我觉得不仅仅是性格上,也包括人格上 也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思想品德 是吧,都包括为人处事,说话办事 因为政治上的缺陷会带来全方位的缺陷 抱歉,抱歉,抱歉 是吧,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没有真正平等的教育 对吗?不分等级,不分社会地位,不分收入,平等 人格平等,中国不是啊,对吧 领导人讲话,你不能说啊 他对你是训话,他是居高临下啊 对吧,大领导那叫妄议,你敢妄议吗? 对吗?这不是跟过去皇帝一样吗? 过去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都允许魏征 还有什么房玄陵这些人,来顶撞他 给气得够呛,但是仔细想想 回到家,皇后再一劝 是吧,哎呦,我说错了 对吧,你现在你看看 都什么年代了,还不能妄议 就得你一个人说了算 你有那么聪明吗? 对吗?你念过多少书? 对不对?你什么学历? 你那学历是真的吗?对不对? 然后苍山独后 这老哥又说话了啊 苍山独后 什么苍山独后吧 熊飞郡吧 秀才江湖吧 这又是一批人啊 苍山独后说了 北京协和医院 年收入1700亿元 一个月就是145亿多 一天4.5亿 他说的不对 一天不是4.5亿 一天是4.8亿 要是4.5亿乘以30 那就是135亿 他这个是145亿 4.8亿还多一点点 是吧,将近5个亿 然后他就苍山 他就评价了苍山独后 他说这不是医院 这是银行 我觉得这也不能叫银行 比银行都牛 银行 随便一个小银行 一个分行 一个支行 一个分里处 都不一定有这么大的营业额 这么大的进项 应该叫什么呀 叫印钞厂 对不对 说这里没有医生 只有屠夫 就是穿白大褂的屠夫 屠宰场不也穿白大褂吗 到这也一样 中国有句古话 叫捷盗 卖药 什么叫捷盗啊 拿把大刀 拿个红鹰枪 对吧 拿个钢叉 五股钢叉 此山 什么是吧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打此路过 留下买路钱 你敢不给吗 不给你就没命了 对不对 这个捷盗啊 捷盗卖药 卖药的一样啊 你有在 有在药铺里边 讨价还价的吗 有在医院 讨价还价的吗 基本上 该多少钱 都得给人家 是吧 说实话 我在北京看病啊 我给大家传授啊 我要是去看病 我每次啊 就是人吃 五股杂粮都有病啊 我每次去 就穿的残点 穿的朴素点 简单点 这是谁啊 Donald Trump 川普啊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是吧 Great Strong 这是1973年 唐纳德 川普和他的车 这个车像是一个 凯迪拉克啊 这个美国车 还是大气啊 又宽又大 又长 刚好啊 1973年啊 拜登 那年选上了参议员 进入国会 47年来 川普为全世界 带来了无数的 娱乐和笑料 拜登带来了什么 想象一下 他就是一个老牌政客 拜登什么也没做过 是吧 你能说出他的政绩吗 没有 如果去上酒吧 你希望约川普去喝一杯 还是想约拜登呢 听说 这是美国男人衡量 选哪位总统的标准之一 你看那川普年轻的时候 多帅啊 是吧 就有那种领袖的风范啊 这个啊 这段文字也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也很残酷 也让我们感觉 愤慨 但是无奈 这个说 最能体现中国网民智慧的网易 跟铁凉了 所以还要什么创造力呢 时时刻刻的扼杀创造力 从小开始 你以为乔布斯 马斯克是扼杀出来的 因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这么感慨呢 有一段文字说 依法网信办啊 网信办依法约谈 处罚网易网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啊 就是网信办 针对网易新闻频道 这个违规信息等问题 严肃约谈 要求自查自究 同时 还有罚款等行政处罚 这非常的不合理 中国的这个网络 这个防火墙 方斌兴 他们搞的这个北京约谈大学校长 把全中国的人都给奴役了 都给愚弄了 都给封锁了 封闭了 很多人为什么上VPN呀 我的朋友有两个在北京 一个做建筑方面设计的 一个做影视方面的工作的 他们说不上外网 你是很落后的 他们可能是为了政治需要 就把经济科技文化文艺文化 体育 把这些都给耽误了 中国你现在封闭起来 中国的互联网 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大局域网 对吧 就是一大局域网 这样中国的全方位的开倒车 全方位的落后 对不对 你这样是整个把国家就完蛋了 是不是 但是在一些政府机关 在政府机关 那个外网是能上的 外交部 什么国新办 什么中南海 什么这个 包括公安局 公安局 什么统战部 在很多政府机构 大楼里边 大院里 网络是有的 可以上外网 我认识的有的朋友 是做那个网络安全的 实际上他也是帮助政府 来控制舆论的 控制网络的 他是做这个生意的 中国有很多互联网公司 都做这生意 我那朋友 他说 有时候到那个政府的办公地点 能上外网 像我们家有一个晚辈 他的同学的爹 就是公安局的一个处长 天天监看外网 包括国外的那个电视新闻 他看 他监看 这中间 好吧 说到这吧